姐夫,你说那个新闻的今天能来吗? 来不来,他都得死 我周氏背后多少钱 他一个文士,才多少资金 跟我斗,他拿什么跟我斗 不来,今天这块地我拍了 我周氏入住的,银室的脚步 谁都阻挡不了,他来了 他跟我争还是不争 不争就证明他文士示弱了 争,呵呵,我拿钱砸死他 我敢高出市场价30%买 他敢吗? 咦,怎么不见文士的人 文是不是也在发展旅游业吗? 这是怎么了,没钱拍地了 文士啊,银室龙头企业 听着还挺唬人的 不过在周氏面前,就是个垃圾啊 现在周氏,再加上我们寝室 直接给文士撵死得了 周氏都能买得起的东西 我们文士,有什么买不起的呢? 那就希望你别说大话 今天这块地,我要了,我说的 类似的话,那天拍卖邮票的时候 你好像也说过 但结局并不怎么好 什么,那天是你,200亩地啊 就你一家文士,拿什么买啊? 对于周凯,秦明义非常有信心 秦氏给了周氏一个亿 这次资金,总共有五亿两千万 他就不信,文士能拿出来这么多钱 各位,这块地的基本信息大家已经知道了 那么,请出价吧 周凯刚举起手,准备掉价 我却先抢一步,五亿 这个价格,让现场哗然一片 这块地的市场,估价是四个亿 周凯能想着四亿五千万都是高价 五个亿 文瑞,你他妈,脑子有病吗? 脑子有钱,恶意,不行吗? 然后我点了一根烟 又举手叫价,五亿两千万 不等周氏叫价 我自己又加了两千万 什么叫财大气粗 这就叫财大气粗 文瑞,谁让你抽烟的 这里是拍卖会 我说你是傻子 你还真就是个傻子 这拍卖行,就是老子家的 定性是不对外开放的私人场所 老子在这抽烟,怎么了? 我问你,在自己家的地方 我抽根烟,有错吗? 能不能抽,能不能 我这几句话对得他哑口无言 周总,怎么不出价 你今天来这 是混我们拍卖行 中午那顿自助餐来的 好无聊啊 再加一千万 又给自己加价 我的行为 让在场人瞪大眼睛 五亿三千万第一次 五亿三千万第二次 周总,麻烦你加点价吧 我今天带了十亿出来跟你玩 结果你一声不吭 到底啥意思吗? 服务员 把中午的自助餐规格提高一点 别让我们周总今天白跑一趟 对了,门口的停车费 也给我们周总免了 我的话声音很大 清楚的响在所有人耳中 这次周凯可丢脸丢大了 没意思 还以为今天有的完了 周凯下次多带点钱出来 说完我就朝着门口走去 这一场对决 闻市又赢了 中午十二点 周市大厦办公室内 除了周凯和秦明义 秦家的秦林也在场 你们秦家有个屁用 就注资一个亿 连个性文蛋都争不过 我告诉你们 现在你们秦家跟我们周市挂在一起 我们周市如果好不了 你们秦家也他妈别想好 周凯你也不用太生气了 闻瑞这种做法就是冲动 他五亿三千万拿这块地 然后呢 他们闻市有钱开发吗 这是我刚找人收集到的信息 闻市昨晚开始调动资金 总共不到七个亿 这是闻市现在所能调动的全部资金了 根本就不是那个闻瑞说的十个亿 他今天的行为 无非就是打肿脸充胖子 什么 他一共才有七个亿 总共才不到七个亿的流动资金 他竟然敢拿五亿三千万出来跟我装 好 我倒要看看 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文瑞我让你狂 有你哭的时候 新凯酒店 办公室中 老陈 你说我今天做的 是不是有些冲动了 我们一共才有七个亿 拍卖完了剩下的钱 根本不够我们开发的 少爷 现在大家都在观望 今天 如果被周氏拍下这块地 我们就彻底被动了 今天少爷的行为 没有错 这时 陈老的电话响了 是 是 少爷在边上 好 少爷 是老爷打来的 爸 兔崽子 你他们还有脸叫我爸 五亿三千万 你怎么想的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 你今天这种做法 让别人怎么看我文士 我爹足足罢了我 十多秒才缓和下来 行了 说说吧 你怎么想的 爸 现在周氏 要入住我们这个市场 现在各方都在看 我们文士的反应 如果不做出反击的话 老子问你这个了吗 一个价值四亿的地 你花五个亿 真他们给老子丢人 下次 直接开口喊十个亿 今天真把老子人都丢尽了 我一瞬间有点跟不上 我爹的脑回路 我一开始还以为我败家了 没想到我老爸 竟然说我出嫁少了 爸 这已经拍下来 拍下来 有个屁用 有个毛用 这是为了拍一块地吗 这是要气势 气势 五个亿 有个毛的气势 直接喊十个亿 把那姓周的小崽子尿 给吓出来 丢人 真谈娘的丢人 可是 爸 我账户里只有七个亿啊 没钱不会问你老子要吗 是不是不知道 问家里要钱 当你老子死了 老陈 老陈 我爹在电话里 大声地喊着陈老 老爷 我听得见 拿个账号给我 明天早上有一百亿过去 你收一下 他妈的 一个周氏而已 还敢在我儿子面前叫嚣 他们家主来了 给老子提鞋读补配 就这样 然后我爹 骂骂咧咧地挂了电话 一百亿 老陈 我爹一直这么能吹的吗 少爷 老爷并没有开玩笑 还有周氏 少爷你 完全不用放在心上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